我们的里面都说啊这里是我们的后华 湖秋里是板桥最精华的地段之一 里面有新板特区以及府中商圈 也是新北市政府的所在地 在这里是喝玩乐通通有 新板特区全名称为新板桥车站特定专用区 包含着行政中心、购物中心、高级住宅以及商办大楼 说到饭店,怎么能错过里内的五星级饭店呢? 谢顿饭店以及凯撒饭店 两间饭店互相相连共购 合并成同一栋建筑 外观时尚又新颖,真的很漂亮哦 而说到逛街,大家第一个联想到的一定是板桥大圆摆 看你是要看电影、逛潮牌 还是在威尼斯的造景旁、喝杯咖啡 通通只要搭个电梯就可以到达 如果想来点文艺气息 也可以到双子清大楼下的成品书局逛一逛 如果看完书逛街逛得不过瘾 想要再买个包包、吃个美食 也可以去府中商圈购物写拼 这里结合了精品时尚、流行文化和多元美食 自从2011年起 府中商圈举办全国最盛大的万圣节活动 吸引许多人从外线市特地过来参加 爸爸妈妈也展现才华 帮自己孩子装扮成最特别的样子 让整个商圈沉浸在热闹的万圣节气氛当中 而整个福秋里最重要的机关 新北市政府 新北市政府在板桥车站的正对面 建筑物共有33层楼 除了31楼以下的行政单位以外 位于32楼有一个观景台 一般民众是可以免费入场的 大家有机会可以上来看看哦 可以从高处遥望风景 如果想要看着风景搭配美食 则可以去33楼的景观餐厅 天气好的话 还可以看到整个台北市呢 新北市政府除了建筑物本身以外 前方还有一个市民广场 平时大家都会在这边散步练舞 但是到了野胆节前夕 这里就会摇身一变 成为新北市最美的城堡 新北市欢乐野胆城 不仅有光雕秀 还会邀请当红歌手登台表演哦 而在广场前的笋子 也会变成超大一棵的圣诞树 浮丘里真的是一个年轻又有活力的地方 但除了这些 里上还有哪些四方景点呢 今天就让浮丘里里长带我们看看 里上还有什么特色吧 大家好 我是板礁区浮丘里里长 学习精雷 首先里长带我们来到一座婚纱公园 我们建设公园又叫做婚纱公园 所以很多结婚的都会来这里拍婚纱照 他们还有两个新娘新郎的造型 我们这边每天都会有很多阿公 阿妹 大家都来这里运动 我觉得蛮特别的跟一般公园比较 然后有小山丘 然后还有水池 然后那边还有个运动 还可以拍婚纱 那边还有两亭 想不到公园可以跟婚纱结合 不管是欧式建筑的场地 或是周边的装饰艺术 都能感受到浓浓的浪漫气息 放完后天气炎热的下午 里长说要带我们去吃一间古早味的冰果市 冰果64年开业之间 过了45个年头 一直保持着古早味的样貌 反倒很深受现代年轻人的喜爱 这里除了好吃的刹冰之外 最特别的就是古早味冰砖 咪咪的口感不加任何滑雪添加物 年年夏日的午后 大家也可以来消除一下喔 大家如果有来饭酒 来这里吃点冰啊 不错吃啊 除了吃喝玩乐以外 里长也很重视环境整洁美化喔 这里本来都是垃圾堆啦 那后来我们为了改善环境 就跟屋主讲说 啊这里让我们来种树啦 怎样所以后来 我就把它改成这样子 就要变成树 哦哦哦哦哦哦 我们的里民都说 啊这里是我们的核花园 哦哦哦哦哦 而里长心目中 一直念念不忘者一些人 记得在我96年的时候 我老公 嗯 找了当初 我自己一个女人 也是这些我们的环保义工 一路挺我 在那个时候 环保书也要我写了一个 得奖感 就说 在我最无助的时候 我有我的环保义工 我到现在 我一直念念不忘的 就是那一群最可爱 最贴心的环保义工 介绍完所有福秋里的特色后 有没有更想来这里走走逛逛呢 还不赶快出发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欢迎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